我相信现在很多人的心态都是一样的 去上班就是去做好我里面的东西 开心不开心也是去上班 然后下班上班下班 哈喽你好我是Steven 我是来自鱼宝 在新加坡都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我现在在鹏毛桥大台332 买这个建造鱼宝咖喱面 那么这个建造鱼宝咖喱面 我是跟我儿子一起创办的 哈喽我叫Jacky 今年23岁 也来自鱼宝 跟我爸爸一起在这边 经营这个鱼宝咖喱面 我之前是在SVN Transit 是做Operation的 我以前是在Shopping Center里面 做修鞋子打锁式的 给它维修宝宝那些 跟之前上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其他很多人的心态都是一样的 去上班就是去做好我里面的东西 开心不开心也是去上班 下班上班下班 然后过每一天这样子 可是现在不一样嘛 我们每天都在挑战新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想办法 怎么样子 让我们的食物看起来更好吃 连吃起来更好吃 所以我们会一直去想 一直去做 那个过程是很开心的啦 我之前是在 有跟我妈妈做过F&B 时间不长 但是我也是满满一点我妈妈的咖喱面 还有Massar 那些东西 所以看开始疫情我们 就上年2021年9月份之前 我已经想把我妈妈的咖喱面 带上来新加坡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想到我自己要做 好像能力有限了 那么我也看到我儿子也在新加坡 所以我修跟我儿子有没有兴趣 我们两父子一起做这个咖喱面 因为这个咖喱面的特别之处呢 它已经有一段的历史 以前是在我婆婆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它是在余堡的西梅篮球场那边 它是已经开始经营的 然后呢就到我妈妈的手 然后到我妈妈的手的时候 就想到这么好吃的食物 如果不把它一直 传承下去 传承下去的话 会有点 我觉得很浪费啦 所以我就不想吃个咖喱面 吃穿啦 所以我就回去跟我妈妈学学 因为毕竟我年纪嘛 她年轻嘛 因为 重点是在于我们两个都没有学历 那么只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只能够做 靠一个 卖一个小贩的那个经营的生意 来维持我们 我儿子的以后的那个生活啦 也是毁了她 大家的以后的生活的计划 性能相估 其实这一次 是我第一次接触F&B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 压力是有一点大啦 因为不会做嘛 可是我爸爸也一直带着我 教我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看到结果 其实也是蛮有信心的啦 如果有心要学一个东西的话 很快会把这个东西学到的嘛 所以整个过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啦 从我们的工作性质 短片去做F&B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毕竟做饮食真的不一样 做Office Aircon 做饮食是每天要对着那个火炉 然后还要去准备那些食材 还要去去挂 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时间去适应 我们的档口现在其实在卖的 招牌鱼宝咖喱面里面是有烧肉叉烧鸡丝啊 也是最多人吃的啦 还有第二就是咖喱鸡啊 连Dry咖喱鸡 其实也是我们的特色啦 也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Dry咖喱 Dry咖喱就是比较浓一点的 跟烫的不一样 连我们现在慢慢也有在开始卖 猪肠粉 Asam Laksa 也有一点酿豆腐可以选再加进去里面 Jumbo的话其实我们有这个idea 其实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到现在 然后很多人他们喜欢吃 可是觉得分量不够 然后我跟我爸爸等下就商量 然后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特大分的出来给客户挑战 其实这个里面大概是两分左右 很多人也是一个人可以吃的完啦 Jekyll的性格跟我是蛮像的 所以我在跟她调教她的过程里面 其实也是有些东西都不用太多的语言 她也知道身体语言她也知道的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的口中的默契上 我们算是很搭配的 所以摩擦性 摩擦的程度基本上是很少 我很谢谢我的妈妈啦 我回去跟阿群问这个秘房的时候呢 我妈妈也是蛮有心思的调教我 那么我感谢我妈妈啦 也感谢我的太太啦 然后也感谢我儿子她们的问题 因为要进一个生意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 因为我们也要碰到人手啦 总统的因素啦 货源的问题啦 因为毕竟是生意没有人说知道 那个生意做就是一方很顺 总是会在过程的里面都会有那个波折 当然最主要还是谢谢大家的顾客啦 因为顾客的质责就是我们的肯定 变得我们更有心情的 把这条路走得可以更远一点